大家好,我是Dan 擁有868万订阅 在国内外都非常有名的韩国吃播YouTuber Ziyang 因为吃了海鲜而引起了政治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Ziyang最近上传了一个标题为 水产市场破产了的影片 在影片中Ziyang亲自前往水产市场 购买了4.6公斤的棕色帝王蟹 与3.1公斤的红色帝王蟹 以及0.3公斤的扇贝 总共购买了8公斤的海鲜 进行了吃播 Ziyang表示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帝王蟹 随后他迅速解剖了棕色帝王蟹 与红色帝王蟹吃掉 接着吃掉了有蟹肉与三倍的两人份拉面 以及店家免费赠送的鲍鱼 而惊讶了店内其他客人们 但是因为最近有日本排放福岛污水的问题存在 有关海鲜品安全性的担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Ziyang发布了海鲜吃播 就引起了寒往热议 其实Ziyang在上个月25号 已经上传过吃虾与鲑鱼的影片 而当时也业配了日本酒业公司Santuri的酒 就收到过部分网友们的指责 而因为没过几天 Ziyang再次发布了吃海鲜的影片 所以就有网友们开始指责 Ziyang的政治色彩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日本正在排放福岛污水 现在突然发布喝日本酒吃海鲜影片的理由是 Ziyang只是跟平常一样拍影片 为什么要敷上没用的意义呢 然后这些海鲜跟福岛一点关联都没有 你们的人生过得真的很疲累呀 日本排放污水的时期 与发布海鲜吃播的时间很接近 这个频道外国观众也很多 外国人对日本排放污水看得更严重 他们会觉得你这是一般的吃播吗 其他影片还在喝日本酒 我看过不久你的形象就会全毁了 吃海鲜就要背骂吗 从事水产业的人做错了什么 这时期去海鲜吃场吃播 是支持允丛业的人吗 我推定了 允丛业是韩国现任总统 理念不同想法不同 就要去攻击的那些人 自己在那里喊什么民主主义 神经病们 不被黑粉酸盐动摇 这样帮助渔民的样子真的很棒 像最近这种辛苦的时期 你的海鲜吃播能帮助很多渔夫们 疯子为了赚钱连污水都能喝吧 美国加拿大其他国家都同意了 所以日本才开始排放污水 被左派带风向的人 还以为是允丛业同意了才开始进行的 要骂的话不是对允丛业 而是要骂日本吧 嘴里说这个时期怎么样 然而我们是去日本旅游最多的国家 可可 目前韩国的执政党 是同意日本福岛排放污水 而反对党正在墙里反对 所以 对于这样的海鲜吃播 被部分网友们指责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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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